那目前,接下來我們請下一位莊聖龍莊先生 麻煩,在那個,麥克風 大家好,我簡單說明我有大概六七點,第一個,剛剛談到的公園綠地做有一萬多坪,那是不是數字遊戲 大家想一想,以前我們原來是有個公園,加上法定兼聚立地,法定空間,是大於你剛才講那個數字 這數字沒有比較出來,就說你的比我們以前大,這對嗎? 第二個,你說你有實地勘察,可是你剛才看到你那張圖,還少了一條巷子 那條巷子是我們附近居民每天散步,每天跑步的零應大道 沒有了,你說你實地勘察了嗎? 還有,那六棟的社會住宅在井陵大道路旁,那裡的大樹木不見了 你說你保留的樹木群,我真的很懷疑 第三個,從博德開發案,到好市府子案,到柯市長案 到底居民的意見有沒有是在優先權第一,如果說我們的意見優先權不是第一 今天這些公聽會,全部沒有意義 今天,柯市府團隊可不可以給我們承諾,居民的優先權是第一的 我說,你們談的都是白談 談了這麼久,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承諾 我實在很痛恨這些官員,講難聽也就是這樣 第四個,你剛剛講說要環評 那我希望我們能看到,緊急的疏散計畫 好市府大巨蛋不是很注重這些安全問題嗎? 有沒有談到這個?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談 誰談到了?沒有半個人,塞了2800戶 緊急疏散計畫在哪裡? 這個照片都是巷子,2800戶的安全問題 還有我們附近的居民怎麼辦?沒有人談 第四個,日照權考慮了嗎?還是沒談 第六個,我希望將來這些社會住宅 這些中基住宅的門禁方式,管理方式 管理方法先出來,讓附近居民的參與 才能得到我們大家的認同 第七個,到底這個建筆率到底是多少? 目前規定是多少?從博德,從好市長到柯市府 一再的變更越來越大 現在規定是多少?我記得以前有提出來一個問題 今天你們這些都市計畫變更 你們說你們變成商業區 我說隔一個大檔,對那邊是不是商業區 你們說這不在都市計畫裡面 我希望這些都應該是統盤的考量 不是只有談這個網直開發案啊 周邊的居民是不是可以一起做都市變更? 好了,我的問題到這裡,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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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